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確診降,股市彈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新指數反彈了513點 修補23,749點 不過,成交不太活躍 不夠1,000億 900億也不夠,只是868億 今天港股反彈 內地今天優市,不能看A股 不過,今天跟足外圍 特別是道指期貨上升 道指期貨反彈了7、8點 今天港股,一路借著勢一路上升 最主要的原因 現在市場正在炒歐美的疫情 有少許放緩 我講的有少許,是因為 其實現在只有兩天放緩 只有兩天數字 不要那麼快高興 不過,放緩仍然是一個好的訊息 捱了那麼久 終於都有一些反彈的跡漲 即是股市就反彈 疫情就放緩 所以,今天的題目是確診降 股市彈的原因 那怎樣的確診降 過去兩天 海外的疫情 少了人確診 4月3日的時候 確診人數是有10.2萬 4月5日,連續降了兩天 降到4月5日是7.1萬 10.2降到7.1 這個幅度都算是多的 希望可以一路再降下去 不過這樣 大家都知道 其實美國、英國、日本這些國家 可能在未來兩星期 10天到兩星期 可能是最痛苦的時期 這個等人再說 講一下美國 為甚麼市場 美股度子期貨可以彈成7、8點 就因為美國確診人數 兩天之前 4月3日的時候 是3.3萬 去到4月5日降到2.5萬 2.5萬是4月份以來 雖然只有幾天 不過4月份以來最低那天 之前有些不過2萬 後來一顆標 標上去 去到3.3萬人確診 現在降到2.5萬 雖然降到2.5萬 但是美國總統特朗普 他以前說 不要緊 現在終於面對現實 說到很悲觀 他當然事前已警告過 可能死10萬到24萬人 現在說到 美國疫情 本周可能會到達高峰 慘痛程度 有如911孔雜 或者偷襲珍珠港那麼慘 即是死了很多人 估計 未來兩週 大家要注意 美國是否死了很多人 另外英國方面 其實現在都是估計 他一直的數字會飆升 英國帝國理工大學 流行病學專家 佛格森就說 英國新冠病情 可能在未來7至10日 達到高峰 英國4月5日 新增確診病例有5千9百宗 累計確診4萬7千8百宗 英國一直都在爆上 未來兩週應該會上 另外是甚麼重要的 就是日本 日本終於 至於4月4日 新增確診病例首次突破100 首相安倍晉三 剛剛最新說 即將會宋報 日本有7個地方會實施緊急狀態 但他不肯封城 不封城 但實施緊急狀態 日本的數字 自從他一說 今年不搞住 這個東京奧運 後到明年之後 數字就一直飆上去 大家明白這些東西 所以 美國、英國、日本 這些都還在爆 海外之所以就好一點 美國那裡減少少 另外就是西班牙、意大利那些 減少了 即是那些可能過了拐點 德國那些 都有少少少好一點 德國其實死人死了少 在西方來說 這算是一個做得比較好 他確實人數都不少 但他死得少 整體來看 就是過了這兩天 看到有個數字減了來 所以市場就有少少興奮 究竟是不是好像特朗普那樣說 開始見到隧道盡頭的曙光呢 這個可能言之上早 不過其實爭取這些沒有意思 看數字最重要 如果你一路數字不斷落 你簡直看到曙光 不止曙光 太陽出來了都還可以 其實十幾年前 十七年前 我們去到四月的時候 又是高峰 然後沙士去到四月底的時候 就是出院的人 多過入院的人 大家知道 就是出現了一個拐點 這個拐點 有機會是何時會出現呢 根據摩根大通的模型預測 現在他說更多國家正在接近疫情的拐點 接近疫情拐點 不是已經出現了拐點 更加多國家接近疫情拐點 盡管這個疫情整體營在加速爬坡的階段 但可能已經逐漸進入感染人數 增速減緩的階段 當然了 因為事實上這些發達國家 已經差不多全部都感染了 事實上全球現在只有三個國家 非洲新冠感染 現在據說只有三個國家 應該是沒有確診的 其餘差不多全部都有 就是去到全世界所有國家 你當然是去到之後 一路爬坡上去很快 但是那些發達國家有去確診 有去驗的那些 就逐步開始減少一些 所以這個市場開始覺得是時候有些反彈 說回市場 今天看看恆生指數這幅走勢 記得我們在3月中的時候 3月16日那時候建議大家買一幅 那時候後來都熬了兩夜 因為去到19日才見底 那時候建議大家買 其實是騰訊、阿里巴巴 還有物館股就是3319 雅居樂生活 雅居樂生活這陣子創過新高 雖然今天有少許回落 不過不要緊 物館股都是很鼓勵 然後其實 彈了上來之後 捱過一下 本來想著如果跌穿兩萬 是可以再加碼 大家可以看之前的視頻 我是這麼說的 那時候捱過一下 但是後來很快就沒事了 去到3月30日的時候 出過這個圖 就是說 希望它可以高低腳 上網24,471 大概24,500區 也都說到其實24,000之上 大家可以考慮 獲利回套的 短炒的 因為畢竟這個暫時來看 都仍是當它是紅市反彈 雖然它是有機會可以彈得高一點 甚至乎可能 以免不是紅市結束 大家一起疫情 找到藥 或者有疫苗 這樣就是紅市結束 是吧 但是現在未有之 我們還是審慎一點點的 都是看它是一個紅市反彈 如果上來 24,500 挨近24,500 這些位置的話 是可以減辭 或者獲利回套的 國企指數一樣 3月30日出過這個圖 高低腳上網9962 大概1萬區 又是去到9,800之上 可以考慮 減辭 獲利回套的 都是這樣說 如果你現在是有藥 有疫苗 已經是有啪 整個紅市可以結束 是吧 但是現在未有 未有疫情 都是還有一段時間 還有衰退的問題 都會有困擾 不過那些問題 其實又有中央政府 各國的政府 和他們的央行 都會出招 其實都一定會出很多大招 放水 那些到時 大家再跟大家分析 總之現在來看 短線來說 就看著高一點點 剛才說了 騰訊 騰訊這陣子 就受制大約390 3月27號高位是390 這一個 暫時好像就未升得穿 但是如果這個是奇形 能夠突破到的話 我就覺得有機會上破400元 去回這一日 3月5號高位都有機會 如果400元留上 或者挨近400元 是可以考慮的 就是短炒的話 獲利回套的 阿里巴巴 現在就好像恆生指數一樣 高低腳上升 這個其實如果它 照量照度 挨近200元 去到195以上 亦都可以考慮獲利回套 或者是減遲的 好了 講來講去 經常都說 騰訊、阿里巴巴、物館股 這些有沒有一些新的 其實這個疫情之下 其實還有很多醫療相關的股 其實沒有什麼受影響 不停地升 今天跟大家講幾隻 不是叫大家 現在的高位一定要撲入去買 不是這個意思 不過跟大家分析 其實跌市雖然跌了很多千點下來 美股跌了一萬點 港股又跌了多少千點 但是其實還有很多股票 其實走勢都很強勁 好像生物科技的康熙樂 其實整個疫情 你看它疫情的 整個大市一邊跌 它就不停地升 特別去到3月中之後 升得更急 由80元 你看這裡80元 3月中 升了一倍 今天升到最高過160 這裡短短大半個月 那這些當然了 因為升得太急了 我不是建議現在追 不過其實有估一點 是升得很多的 為什麼升成一倍 短短大半個月 就因為它是做疫苗 它就有機會是做那些 今次這個新冠肺炎的疫苗 所以就憧憬它 升得很急 這些升得太急了 不過大家可以參考 還有一些疫苗股 如果有消息出 大家可以留意的 好了 其實醫療設備股 有愛康醫療 還有有一隻 春立 這兩隻都是叮噹碼頭 黃媽寶是不斷上升的 因為春立已經升到超過100元 這隻都是不斷上升的 今天升成9.4% 又是破頂的 另外 阿里健康 阿里健康今天都升得挺好的 升成5.5% 今天平安好醫生 平安好醫生還升得多一點 平安好醫生 也都走勢挺漂亮 平安好醫生破頂的 所以 其實醫療股 最近還有很多機會 所以整體在整個疫情之下 大家看著這些 就是會不會出現一個 疫情好轉的時候 市場就會有反彈 現在正在衝上去 衝上去 我們都當它是紅市反彈 不要太有心太紅 又不適合的心態 我們這些市場 即是搏反彈 斬二兩 這樣就差不多了 駁到當然是開心 駁不到也不要緊 看著那些位置 推高止賺位 差不多到位 就準備要減遲 準備獲利回吐 另外 亦都可以留意一下 一些疫情相關受惠的股份 好像醫療股一樣 不過高得太多的就不要追 今天時間關係分析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